目前錄音已經錄到50集了 那之後我們會... 不對... 不對... 一直講錯 嗨,我是雨菁娜 今天要來分享在錄音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喜馬拉的FM其實是我第一次自己剪輯錄音 然後在這錄音過程中其實蠻好玩的 自己也學到蠻多的 那我所使用的錄音器材是只有一隻手機跟一隻非常陽春的麥克風 不過我覺得蠻好用的其實蠻推薦給大家使用的 在錄音的時候大部分的場所都是選擇在我自己的店裡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很不可抗拒的因素發生 比如說會有人經過啊或者是車子經過啊 所以會把一些雜音啊雜訊給錄進去 那就可能導致說整個錄音是要重錄的 以前錄音遇到最難的可能是念稿子的部分 念稿子對我來說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然後需要練習很多次 我有朋友上節目然後一起做訪談的話 要學著如何去把這些他們所講的東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彙整出來 所以有點考驗整個臨場的反應 目前錄音已經錄到第50集了 之後會慢慢的剪輯然後放在喜馬拉FM 讓更多的朋友去聆聽 大家記得鎖定囉 也有部分的朋友反應說可能在喜馬拉FM是聽不到的 不過不用擔心因為我已經去申請iTunes Podcast的節目了 所以很快你們也可以在iTunes的地方聽得到這個咖啡節目 有喜歡咖啡節目的朋友們 不要忘記去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